说到贵州啊 您可能就会想到茅台酒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贵州代表团开放日活动当中呢 贵州的省委书记赵克志说 中央的八项规定整治的是公务消费 这与一些名烟名酒的消费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请看记者王涛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八项规定出探以后 茅台团有一个营销战略转型的问题 它市场照样是存在的 无非过去它是消往公务三公消费用的比较多 那么它这个营销战略的转型 就是要回归社会 回归政策 实行大动化的消费 茅台去年的差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七 它的消除收入增长大约百分之六 今年一到就今年一二月份 这个增长的速度则逐步的提升 这说明它已经回归了政策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也表示 去年贵州省委省政府为茅台提出了转型 转变的总要求 茅台酒由公务消费转到了社会个体消费 去年茅台的整个集团销售收入增加了50亿人民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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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